欢迎收看凤凰财经日报 内地股市经过连续多天的反复盘整 今天终于迎来一个像样的反弹 三大指数都上涨超过了1% 科传50指数更大涨2.5% 其中科技股今天全天领涨 包括了像CPU概念 芯片 信创 5G 国产软件等等相关的题材涨幅靠前 人工智能跟Chat GPT概念也持续的在拉升 那么两市的成交合计增加超过一成到9,010亿元人民币 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北向资金结束连续四天的净卖出 转为再度净买入120亿元 那么明天的A股能否继续上冲 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 有请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 A股分析师杨振宁来做进一步的解读 还有分析 至于在香港股市方面 今年跟随A股反弹340点 其中重磅科技股普遍反弹 不过官媒发文提醒炒作新概念的风险 而被点名的百度 今年回吐超过3% 是表现最差的蓝筹 知乎也纵挫接近一成左右 现在您看报道 内地股市今天低开高走 沪山两市午后集体上涨超过1% 创业板指更是在盘中大涨1.7% 从盘面上看 半导体 光电供封装CPU概念股持续大涨 军工板块全天走强 消费电子板块也集体活跃 部分前期遭到爆炒的CHAT GPT个股 则是出现回吐 贵金属 熊去养胆酸等少数板块处于下跌 两市共有超过4000只个股飘红 互指收报3270点 涨幅1.18% 深城指收报12048点 涨幅1.64% 创业板指数上涨1.74% 科创50指数大涨2.59% 两市成交放量至9011亿元 北向资金近买入121亿元 香港股市则在隔夜美股拖累下 低开129点 但市场对中美关系改善 以及内地经济复苏的憧憬 拉动大盘反复上扬 恒生指数在午后进一步走强 中场已贴近日高收盘 收报21624点 上升340点 涨幅1.6% 主板成交1177亿港元 大部分蓝筹股上升 科技板块领涨 小米创始人雷军 以CHAT GPT聊天机器人问答形式 透露新款手机发布消息 带动小米股价大涨超过8% 阿里巴巴腾讯也双双升超过3% 汽车内房股回暖 在前教育板块也表现强势 但金融股表现落后 石油股也逆势下跌 亚台区其他主要股市普遍下跌 日本和韩国股市微跌不足0.1% 台湾股市则收跌0.1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的搜索引擎巨头谷歌 新推出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Bard出事不利 在宣传短片当中竟然答出了问题 所以托雷姆公司的股价一度大跌 接近9% 市值蒸发了超过1000亿美元 中场跌幅收载到7.7% 谷歌新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Bard 还未正式推出应用 就出事不利 公司通过社交平台推特 发布的短片显示 用户提问 微博太空望远镜有哪些新发现时 Bard提到的其中一个答案 是太阳系外行星的第一张照片 是由微博拍摄 不过美国太空总署的资料显示 第一张太阳系外行星照片 是2004年欧洲南方天文台 利用在智力建造的大型光学望远镜 深大望远镜拍摄 翻映Bard的答案并不准确 谷歌没有正面回应注册原因 只称城市要通过 严格测试过程的重要性 并只会把外部反馈和内部测试结合 确保在回答的质量 安全和有依据上 满足世界信息的高标准 由科技行业分析师致出 谷歌过去几年 一直是人工智能创新的领导者 但在将技术应用到自家搜索产品上 明显落后 在演示期间发布错误的答案 引起尴尬和混乱 显然是发布来得十分仓促 微软在周二宣布 采用美国企业OpenAI的人工智能技术 强化搜索引擎和浏览器 而谷歌在周三也进行了演示 不过并没有详细说明 何时和如何将Brad 整合到核心搜索功能之中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而近期火爆的Chat GPT概念的继续成为市场的焦点 继百度之后 阿里巴巴 京东网易快手 甚至小米都宣称他们正在推展 类似的聊天机器人计划 不过内地官方媒体发表评论 指这个新概念虽然很好 但是也不能够盲目地操作 微软参与投资初创公司OpenAI 研发的人工智能对话机器人技术 用户在两个月内大幅增加至1亿个 引发美国和内地的科技企业 正相开发类似产品加入市场 近内地搜索引擎 百度宣布在3月推出 类似人工智能对话技术的 文心意言之后 电商阿里巴巴也确认 正研发人工智能对话机器人 目前在内部测试阶段 日后用于旗下办公室通讯软件 另一家电商京东也透露 会结合人工智能对话的方法和技术 在产品服务当中 而网易旗下的网易友道 也将推出类似产品 用于在线教育 内地官方媒体证券时报 在头版发表评论文章 指聊天机器人概念虽然好 但也不能盲目操作 文章指出市场总会炒作热点 新生事物往往是关注重点 但提醒有时新事物没有产业化 需要更长时间论证 而一些市场资金 热衷于炒作虚假概念 呼吁投资者不要跟风 避免招致损失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好 有关一股相关的话题 我们立刻请教我们今晚 要请到的嘉宾杨振宁 振宁你好 杨老师你好 振宁我们看到今天 北洋资金再度成为 起到一个带头的一个作用 因为它扭转了连续四天的 竞卖出转为竞买入超过120亿 但我们看到今天虽然A股 出现明显的反弹 但成交量方面就有增加 大概一成到9000亿左右 记得上一次你在我们节目当中 也讲过 就是说您不看好今年年初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反弹 那么现在您的态度 还是这样子吗 好 杨老师 其实去年年底连线的时候 我的观点是看淡近期的行情 虽然说经历了春节前的小幅反弹 但是目前上南形成全面的赚钱效应 我认为目前和春节前相比 还是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第一市场整的总体的成交量 还是难以有效的放出 比如今天各大指数 如您所说的虽然涨幅可观 但是成交量还是难以令人满意 第二北向资金主导的上工行情 往往很难有持续性 而且每每当北向资金汹涌入场的时候 国内的主流投资机构往往群群不前 这说明市场的资金分歧还是比较严重 第三呢 近期部分大型机构投资人 刻意营造出做多的氛围 吸引中小投资人入场 建议改变22年的亏损状况 所以越是如此 普通投资人越要谨慎 那么这些原因反映出的市场的实质 还是我们去年年底强调过的 目前市场的主要矛盾在于 强预期下的弱复苏 我们一直在密切地监测 近期的各项经济数据 尤其是节日期间的消费状况 无论是出游出行的人次 还是社会零售品的消费总额 抑或是被寄予厚望的 新春的电影票房 只能说是比2022年有明显的回升 但距离常态化的年份 还是有比较大的距离 而之前的市场的预期却给的过于强烈 这也是市场近期震荡回落的根本原因 此外在资金面上 北向资金的入场 受到注入汇率等证券市场以外的因素的影响也比较大 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炒股的逻辑 而且我们也一直强调 不应该为北向资金马首是瞻 我们也一直期待A股的涨跌能够和北向资金的进出脱钩 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金融安全 另外内资的犹豫 它也并不是不看好今年的经济 而是受到新基金发行不畅 以及老基金赎费压力增大等等 更多原因共同造成的 所以资金面的博弈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 因此我们可以保守的认为 春节前市场的火热 可能过早过多的透支了春季行情 近期市场的主旋律应该是消化和整理 普通投资人可以等到市场明显放量以后 再选择积极做多 贾老师 OK我们看到今天科技股成为带动大事反弹的一个领头羊 刚刚我们看到了内地有多家科技巨头都表示 争相表态说他们现在正在研发有关于CHATGBT的相关的技术 所以我们看到只要涉及有关于AI技术概念的一些股份都遭到了爆炒 那么今天市场资金进一步把它炒作的目标 影响到了像CPU概念 还有一些半导体板块等等 那就像您说的在市场没有具体主线的情况之下 您认为资金在未来会不会还会在相关的板块当中轮流炒作 是的主持人 如您所说 近期诸如CHATGBT等概念层出不穷 你方唱罢我登场 但是我们一看回头一看市场的总的成交量还是停滞不前 那么在市场总成交额萎缩的情况下 题材的盛行只能说明市场的总体的赚钱效应低下 刚才您也说过了 市场是缺乏投资的主线 那么以油资为代表的这些活跃资金 只能选择热点板块进行轮番炒作 这种情况其实并不能说明市场火热 反而说明市场行情一般 而且当下的市场的热点的所在 多半在题材概念的层面 真正能够落地 并且能够体现在上市公司的营收 以及业绩层面上的 可能10家里面最终也跑不出一家 我们可以在这里回忆一下 市场上一个火爆的热点 那是去年年底 房地产行业迎来真正的利好 能够实质上改变上市房企融资状况的 第三支键发布的时候 而即便如此 房地产板块也只是活跃了相当短暂的一段时间 很多龙头的房企二级市场的股价 也并没有迎来期待中的暴涨 这在我们当时连线的时候也做过明确的预判 那么眼下的市场的热点 和当时房地产板块热点相比 其实更加的虚幻和概念化 所以除非是擅长短线操作的交易者 否则非常不建议参与其中 而且我判断近期市场题材性的热点会高频的轮动 而每一个热点对应的市场的资金容量也是非常的有限 所以热点停留的时间也会非常的短暂 很难有持续的效应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投资人 尽量少参与短期的热点操作 在市场成交金额不高的时候 对热点应当保持一份冷静与克制 江老师 那就像您说的现在市场还要在等待 等待中国经济增长动能增强的一个信号 不过我们看到现在上市企业2022年的财报将会陆续发布 所以您给投资者在短期内的操作 会给出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好 江老师 应该说市场对上市公司正在披露的去年的年报 并没有抱有过高的预期 除了极个别的行业以外 很难有普遍超预期的状况的出现 所以今年市场所谓的年报行情可能要逊色一些 这也恰恰说明了为什么市场会在春节前 会有一波缩量的上涨 就是某些资金在年报披露之前 在经济所谓的报复性复苏的氛围下 打了一个朦胧的时间差做了个波段 而我认为不光是上市公司去年年报 比较一般 就连今年的一级报 也比较难有非常亮眼的表现 这一点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我是非常看好今年的经济复苏和市场的行情 但与其他的市场人士相比 我不同的观点在于 我认为这种复苏会来的比较慢 比较晚 而且一定是温和的 渐进式的 那么体现到上市公司财报上 可能要等到下半年以后 所以目前市场如果有行情 也只能是炒预期而不是炒业绩 既然是炒预期 投资人就要做好高频震荡的准备 同时既然是炒预期 投资人对指数也不应该抱有过高的期待 过往和现在 中国和海外 也很少有真正的牛市是靠预期支撑起来的 还是要靠实打实的业绩来证明 所以我们仍然建议投资人 尤其是中小投资人 在当下保持一定的定力 不要在真正的行情到来之前 让本金蒙受较大的损失 江老师 OK 那么今天 郑林的观点提供给观众朋友做一个参考 非常谢谢郑林 就我们今天股座的分析 非常谢谢你 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正式发布 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将会在3月1号起实施 中国人民银行周四表示 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已在去年12月7号的 人行行务会议审议通过 现在正式发布 并将于3月1号起施行 人行指出 办法旨在规范金控公司关联交易行为 促进金控公司稳健经营 防范金融风险 办法结合中国金控公司特点 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和穿透原则 对金控公司关联方和交易类型 做出界定 并明确禁止行为 要求设置关联交易限额 并完善定价机制 办法与去年8月发布的 征求意见稿保持一致 其中 链名金控公司和附属机构 不得通过互联网数据服务 金融信息服务等交易 规避有关规定 或利用规则 数据算法等各种手段 实施价格控制 利益输送或不当转移风险 也不得通过隐匿关联关系 拆分交易 涉及复杂交易结构等各种隐蔽方式 规避内部审查 外部监管和报告披露义务 为关联方违规提供融资 隐藏风险等等 金控公司应当在央行认可的期限内 完善各项制度和治理架构 稳妥有序 落实办法有关要求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下一集回来带您关注中国商务部表示 中方对美国财长耶伦访华持 欢迎的态度 待会见 瑞典央行易入市场预期加息半离 并且预计很快还会进一步加息 瑞典央行今天议席后宣布 政策利率上调半离到三离的水平 符合市场预期 央行预计经济的弱势在今年还会持续 但通胀率依然太高 特别是克朗对欧元的汇价在过去的半年贬值近一成 这也迫使央行跟随欧洲央行加息的步伐 央行认为今年春天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 但估计利率会在3.33离见顶 另外央行又计划从4月份开始会加快出售 所持债券的步伐 但只涉及政府债券 并且会因应银行体系超额流动性 扩大每周央行票据的操作规模 市场原本预计三离会是利率顶部 而一席结果刺激克朗会价大幅攀升 另外欧洲股市全线上扬 德国 法国跟意大利股市目前涨幅都超过了1% 而斯托克600指数连涨第三篇 而且继续刷新9个月的新高 各股方面西门子跟阿斯利康等公司的业绩量力 加上扎达银行的收购消息都激励市场的人气 但是瑞幸去年大幅亏损 股价则急错超过9% 而在美股方面又有次多名美联储的官员强调 有必要继续加息来对抗通胀 导致昨夜的美股权限下挫 昨夜道琼斯公益指数下跌0.6% 标普白指数下挫1.1% 而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达克指数 更下跌近1.7% 继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后 再有多名联储局的官员认为 需要继续加息来对抗通胀 而美国总统拜登则重申 美国今明两年都不会出现衰退 美联储一息时 有肯定表决权的纽约联储银行行长威廉斯 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形容 美国市场非常强劲 通胀前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3月一息时加息0.25厘是合适的做法 并预计足够紧凑的货币可能要维持数年 直至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 李氏沃勒也提到认为劳工市场强劲 异味收入和消费开支都继续稳健 未来数月通胀有升温压力 他不同意物价今年迅速回落的预测 强调紧缩政策要持续更长时间 甚至整体加息幅度较外界预期多 另一位李氏库克指出 虽然通胀正在放缓 但仍处于高位 认为加息之路仍然未完 需要维持利率在足够紧缩的水平 重申有决心遏止通胀 但将每次加息幅度降至传统的四分一离 可以容许更多时间检视最新经济状况 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受当地媒体访问时 就表明立场 指金银两年经济都不会陷入衰退 又指自从他当选以来 已经有很多专家质疑过经济前景 财长耶伦则指出 虽然通胀仍然很高 但经济领域上的供需错配问题正是缓解 并出现令人鼓舞的迹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财长耶伦最近表示 仍然希望可以访问中国 只跟中国经济官员改善沟通十分的重要 对此中国商务部表示 中方对耶伦访华持欢迎的态度 发言人回应称 刘鹤副总理和耶伦今年1月份 在瑞士举行了半天的会谈 双方保持正常的沟通非常重要 中方对耶伦希望访华也持欢迎的态度 1月18号 刘鹤副总理跟耶伦在瑞士苏黎市 围绕落实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的共识 就全球还有两个宏观经济 金融形势 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等进行了交流 双方同意经贸团队在各个层级 要继续保持沟通跟交流 美国大型的娱乐和媒体集团迪士尼 上一个季度多赚11% 公司同时宣布 重组计划将会裁员7000人 而迪士尼在周三盘后的股价上涨超过半周 迪士尼周三发布截至去年年底的 2023年第一季度财报 期内营业收入超过235亿美元 按年增长接近8% 好过市场预期 经利润接近12.8亿美元 按年增长11% 每股经调整盈利为0.99美元 随着全球多国的防疫限制解除 主题乐园相关收入即升2成1 达到87亿美元 美国本土以外的乐园中 以巴黎和东京的表现最好 抵消了上海乐园关闭的影响 串流影视业务则面临较大压力 迪士尼家的付费用户 按计减少1% 到大约1亿6200万户 但跌幅比集团预计的少 体育频道平台 ESPN家和呼噜的付费用户人数 同样少过市场预期 迪士尼同时表明 不会再对付费用户的数量 做长期预测 集团同时宣布重组计划 日后将分为串流影视和传媒运营 电视网络 以及主题乐园和产品三大部门 同时裁减7000个职位 预料可以节省55亿美元 行政总裁艾格表示 有信心在实施重组之后 能够有效削紧开支 并提升串流影视服务的盈利 有利业绩持续增长 他又承诺 会向董事会提出 在2023财政年度末恢复派发股息 凤侯卫视综合报道 国家出入境管理局公布 从本月20号开始 在粤港澳大湾区工作的 六类人才可以申办往来 港澳人才签注 最长的签注有效期 长达五年 而在香港粤港澳大湾区 青年总会的主席吴玄明认为 这个政策将会极大的便利 大湾区的人才交流 同时对香港的经济 也有提振的作用 在国家出入境管理局公布的六类人才中 其中杰出人才可以获发有效期五年的签注 科研文教 未见人才签注有效期三年 法律及其他类人才签注有效期为一年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会主席吴玄明表示 相信政策实施的初期将吸引数万人申请 吴玄明认为 政策除了便利大湾区的人才往来 对香港的经济也将有提振作用 他们必须要租很多短期的公寓 或者酒店 甚至可能有些公司或者科研机构 他们会考虑 直接设计一些宿舍 住房需求增大了 其实周边的一系列的服务都会增加 例如他们的购物需求 他们的饮食需求 譬如他们的旅游需求 这些等等整件事都会带黄了 可能早期就是几万 未来我相信绝对不止这几万这个数 可能数以十万计 吴玄明认为 凭借香港的国际化优势 亲签注政策可以促进大湾区人才 与国际人才的交流 通过香港这个平台 这个签证这个政策 其实已经可以连接到 不止我们的大湾区 是国际的四大湾区 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得益于 这些人才政策 可以令到我们可以和更加多人 做一些很好的交流 吴玄明指出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会 将陆续推出不同的活动和宣传 让更多的大湾区青年了解新的签注政策 并推动香港本地做好生活配套 便利人才落地 凤凰卫视崔可军香港报道 谢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晚安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